大家好,我是劉隆哥,我是Peter 金安,你想要吃什麼? 台灣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蛋餅的一個國家 但除了台灣以外,你知道哪一個國家也非常喜歡吃蛋餅嗎? 沒錯,就是西班牙 但他們的蛋餅跟我們印象中的蛋餅不太一樣 他們的名字叫 Totria 叫西班牙烘蛋 或是人家叫西班牙蛋捲 其實它做法非常的簡單 有人說是西班牙人第一道學會的料理 當然西班牙烘蛋它的變化性非常非常多 就像我們台灣的蛋餅一樣 可以加培根 可以加加波德 加任何你想吃的東西 西班牙烘蛋也是如此 那今天劉王壽司就來教大家如何製作最基本簡單美味的Totria吧 首先你需要馬鈴薯 蛋跟洋蔥 鹽 白胡椒 還有橄欖油 而且需要大量的橄欖油 因為蛋非常容易吃油 我們首先先來敲馬鈴薯 削皮之後先泡鹽水 然後對半切 烘乾的馬鈴薯盡量厚薄一致 因為這樣你在製作的時候 它的瘦肉會比較平均 你這樣煎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口感會比較佳 基本上馬鈴薯厚薄 依個人的喜好而定 但基本上不要切太厚 因為太厚你要花比較多時間 但也不要切太薄 因為切太薄的話 它很容易炒一炒就散掉 好 梁洋蔥我是切的其實厚薄都非常的均勻 偏好大概多厚 多厚喔 多厚喔 003嗎 我的偏好是0厚 有一種若有事物的殘異感 那切好的馬鈴薯呢 稍微泡一下鹽水 可以去除它多餘的澱粉 然後待會我們在煎的時候呢 有的比較方便 泡完水的馬鈴薯呢 就把它撈起來 瀝乾 這樣我們到時候在煎的時候 比較不會噴油 接著呢 洋蔥切絲 感覺厚度跟剛才馬鈴薯差不多耶 基本上厚薄度一致呢 炒起來會比較均勻 然後受熱也比較好 接著呢 我們來準備起油鍋 那你不先打蛋嗎 不用啊 因為當我們炒完馬鈴薯之後呢 要先讓它放涼 再加到蛋液裡面 不然你這樣加下去 它馬上蛋就會熟掉 其實稍微油熱就可以 不用說特別熱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 洋蔥 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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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它有變小 因為它會縮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我們的 胡椒 像牛排的 它有鹽 它直接忽略我 這大概要做 炒到同樣的方法 炒到馬鈴薯變熟 如果判斷馬鈴薯是否好的時候 你可以用筷子 或是用鏟子 稍微搓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馬鈴薯搓開 這樣表示就已經差不多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馬鈴薯拿起來了 好 將我們馬鈴薯跟洋蔥稍微放涼 一下下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蛋液裡面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打我們的蛋 這個蛋呢大概打到整個均勻 就是沒有看到結塊 其實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把我們稍微放涼的馬鈴薯 跟洋蔥直接加到裡面去 稍微把它攪拌均勻 接著就可以再入鍋 再回去煎我們的烘蛋 那有的人呢 他們會煎完之後 直接翻面進烤箱去烘烤 但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沒有用烤箱的方法 欸皮特 我之前其實 也有做過烘蛋 真的嗎 真的 啊如何 為什麼 它整個變成炒蛋 然後整個表面 它有要夠多 而且你看像我們剛剛 在炒馬鈴薯的時候 其實有下滿多的 那還有沒有什麼小訣竅 一定要會失敗 有可能 希望不太可能 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做烘蛋的時候 我在翻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原來用盤 用盤子 我就直接來一個帥 帥 你還會不會刪掉 那你外面稍微煎熟之後呢 用鏟子稍微把旁邊 把它撥鬆 撥鬆開之後呢 準備一個盤子 直接倒蓋在我們的鍋子上 翻過來 接著呢 再把它緩緩推入鍋中 讓它把另外一面也煎熟 好 那我們為了讓造型看起來更好看呢 稍微用我們的鍋鏟 把它往內壓 然後讓它呈現蓬鬆的狀態 好 這樣就差不多已經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裝盤吧 好啦 那西班牙烘蛋完成之後呢 基本上在西班牙當地 他們在吃烘蛋的時候呢 都會沾一種 非常重要的沾醬 叫阿里歐里 就是大蒜美乃汁 首先也需要準備 雞蛋一顆 大蒜 大量的橄欖油 胡椒粉 以及小許的檸檬汁 今天留好手就教大家 是比較快速的方法 就是直接用食物調理棒來製作 首先 先將蛋 打進一顆 大蒜 胡椒粉 一點點的檸檬汁 接著 一邊打一邊加我們橄欖油 你可以先試著加一點硬趣 好 然後稍微試一下 嗯 非常美味 好啦 那我們的 土地亞已經完成啦 那我們的阿里歐里也完成了 哇 一看就覺得非常的美味 土地亞在西班牙當地呢 大多都會用來拿來當早餐 那事實上這樣的東西 是 你可以同時吃到澱粉 又可以同時吃到蛋 所以用來當早餐 其實非常非常適合的 說到早餐這件事情 早餐適合喝什麼酒 基本上 流氧水很喜歡在早午餐的時候呢 配一款微甜微氣泡的葡萄酒 尤其是來自 義大利北義的 Muscato Dasti 是非常適合用來搭配這種 所謂早午餐蛋類料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蛋類料理 非常不容易用來搭配葡萄酒 主要是因為蛋黃裡面呢 它會主色我們的味蕾 那我們在品嘗葡萄酒的時候呢 味蕾會比較遲對 感受比較不到葡萄酒的美味 因此這時候你就需要來一點 氣泡的東西 將一些所謂的蛋的阻塞感給取代 但問題是呢 一般你不肯早上就喝香檳或喝氣泡酒 感覺早上喝汽水不是那麼適合 因此這種微甜微氣泡的白酒 就非常非常適合 那今天我們準備的這一款呢 是來自北義 Piamonte的Vietti酒莊 那劉昂首爾斯非常喜歡這一款 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Moscato Darcy 但大部分的Moscato Darcy呢 喝起來都比較偏甜 但劉昂首爾斯會覺得 一款好的Moscato Darcy 除了有甜度以外 還需要非常明亮的酸度 才可以讓你覺得 喝起來非常的均衡 而且不會膩 那這一款就是劉昂首爾斯非常喜歡的 我們來看看吧 哇 非常甜美的水蜜桃 花香 玫瑰 杏桃的味道 真的非常的好喝 Moscato Darcy呢 在台灣又有另外非常 響亮亮的名聲 叫法美酒 因為這種酒呢 喝起來非常的可口 非常好喝 一點都不像葡萄酒 反而像是帶有水果感覺的Sawa 所以連女生都會愛 而且酒精粉度很低 只有5到6%而已 那我們來搭配我們的 Dottia看看 Dottia沾上 Arioli 就如同我們吃蛋餅 一定要沾醬油膏的概念 完美 哇 配上這種 微甜微酸的Moscato Darcy 所以有可以想像 在早上起來之後 來一份這樣子的 非常簡單美味的早午餐 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這麼簡單的大理 你們學會了嗎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也別忘了 按讚 訂閱 並且開啟的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老朋友 那也記得要追蹤 流浪者 適合IG 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喝兩杯吧 掰掰 來 基本上馬鈴薯厚保一 個人的 喜好嗎 喜好而定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003 對 那事實上你切厚片 它炒一炒還是會閃掉 但還是可以保有 把鈴薯的口感 怎麼辦 上面有配到003這個點了 這怎麼開 我這邊要改用001 從來 炒到馬鈴薯變熟 用筷子搓馬鈴薯 可以穿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 判定說我跟他夠熟 我就可以插鈴薯 你要看插什麼 你今天皇家拍很多